绿螺在春天长势是非常旺盛的 如果你也想要自家的绿螺 在春季的时候长得翠绿旺盛 叶子片片硕大的话 那么给它用好两道水 准能够达到像我这种状态 非常的翠绿 非常的浓密 首先第一道水呢 就是要经常往它的叶片上面去喷洒水物 绿螺它是一个非常喜欢湿润环境的植物 经常给它的叶片喷洒一些水物呢 能够给它增加湿度 而且还能够顺带清洗一下它的叶片 让它的叶片看起来更有光泽度一些 所以就能够让它的叶片看起来更加翠绿了 在养绿螺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经常用这个喷壶 往它的叶片上面喷洒一些水物 第二道水呢 就是要在它盆里面给它加一些营养液了 加什么营养液最合适 给它加这种通用型的营养液 它里面的氮磷钾元素比较均衡 能够给这盆绿螺吸收到充足的氮磷钾元素 它的这些叶片在长起来之后呢 就不会说出现那种氮素过多 而黄绿黄绿的那种现象 所以呢 绿螺想要它的叶片 碎绿到低油的那种状态呢 一定是给它使用这种均衡型的营养液 它里面的氮磷钾元素比较均衡 每隔五天左右给它浇一次 一个月给它浇上六次左右就可以了 把它对水稀释之后往它的花盆里面浇 除了这两道水之外呢 最后再补充一点 就是绿螺在现在呢 尽可能让它多尽一些光照 春季的阳光还是很柔和的 对于这个绿螺来说呢 是非常友好的 可以让它晒一晒太阳 增加它这个叶绿素的合成 它的叶片呢会更加的油绿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